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博士 你好 有周末期谈 停了个礼拜没讲 2022年12月最后一个周末期谈 是 关不关节日事 有关有无关的 是 今天的周末期谈有讲一些 超关出菜 四大美人 超军是 是触使兇奴的 是 是 是 这是第一 第二 你没有听过蒙古或者兇奴特权 出载来中河 入关 有没有听过 即是传一些美女过来 是 有没有 可能有些美女会过来 但是就不会这样有一个 没有一个特别出名的美女 没有啊 在计赛上做甚至 是啊 但是应该有送美女过来的 不是送啊 是那个 原来皇帝喜欢的香妃 香妃 那些名字 是啊 但是他不是送的 很少的 就是给她做妃笨 那些 很少汉人处都反帮来的 哦 知道吗 是 是 什么理由呢 是 这些人要研究一下什么理由 是 超军出菜 因为我们很多的朝代都会和的 是 是 因为了那个战事 是 有些是文庆公主 嗯 文庆公主 不是真的皇帝公主 嗯 就找文女契了 就当是 皇帝的女儿 因为 个个不去的嘛 嗯 又粗犷 哇 大哥 只是坐车坐几年啊 是啊 是啊 因为 会不会是觉得 中国的地位高些 我们给些女性嫁给你是 我们地位高 我们就不用娶你那些鬼妹的 不是 是 最大的理由是个饮食文化 是 是 因为北方这些女性呢 和男人一出生呢 骑马射战的 嗯 这女人一样骑马射战 嗯 上战场跟着打仗 很厉害的 嗯 射了规格 就是有游牧来民族的基因 是啊 很凶狂的 是 那他们的饮食最大问题了 饮食他们是吃那些牛马羊 羊肉 是啊 是 喝马奶啊 嗯 又不洗澡呢 但他们那班人和一起 就闻不到酥味的 自己为来 你说 为来闻不到 不觉啊 他习惯了 是啊 个个都是这样 但是在中原井闻 一见到他 就能打开 是 明白 我试一会儿 我试一会儿 试一会儿 试一会儿 我试一会儿 试一会儿 自己受不了 很酥味啊 是啊 立即打开不见 不是说毁谤人家 不是说扁低人家 就是有时候我们闻到有些 南亚人那些 是啊 是啊 你不习惯的 因为这些香料很厉害 他们就完全闻不到的 他盲目了 是啊 习惯了那些善食 所以最大的就是饮食文化 第二就是他这些作风 那些女人粗豪 嗯 嗯 每个都空神乐宅 嗯 是吧 完全没有那种 江南女子 真言女士的 温柔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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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嬌声哩哩 是 言言又不通 是 你又不懂说奉劳话 又不懂蒙古 又不懂特教话 但好像蒙古女士也挺漂亮的 蒙古女人也挺漂亮的 近代是漂亮的 以前都很粗豪的 嗯 当然有点漂亮 嗯 但是多粗豪的 自制骑马射箭 是吧 是 打仗 是吧 徒军 你一下不过 要摔你一架 你摔你一架 在床上你真是麻烦 床都倒了 是吧 大家的文化差异 差异很大 你不敢啊 直接 尤其你以前那些中土的男人 那些弱则斯生 是吧 是 所以他那个北方的人 我们在历史上看 多数都是有和番 很少汉人一敢娶 凶妹妹 是 那也是 真的 你很好笑 最多就是送美人过来 就不会说娶她们 送美人过来 送都很少 你看雍正王朝 那时候就 杨根妖的时候 就变成了 那些人 有几个在西北国打仗的时候 有几个人 在西北国打仗的时候 是 哦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